如今的社会,好女人真的太少了 很多时候这个女人倒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 我们很容易地从表面看出来 一个女人究竟是个随便的女人 还是一个好女人,其实很难分辨 只要看她生活中这三个地方就能够知道 好男人一定要明白 一,看她的家庭 男人如果想深入地了解这个女人 就应该好好地了解这个女人的家庭 只不过男人在了解女人家庭的时候 一定不要让自己的女人知道 毕竟女人一旦知道 就会认为你很有心机 又或者是认为你并不相信她 二,看她的圈子 异性缘很好,有很多哥哥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女人 异性缘很好 身边有很多异性朋友 对她嘘寒问暖 你若问她和她是什么关系 她只是笑笑说那是自己的哥哥 三,看她的感情史 女孩感情经历了多了 对一些经典的浪漫就感到索然无味了 就算男孩真心对你 但是她拿不出新鲜的地方感动你 你会一直麻木 结果就是男孩累了,走了 所以说男人在选择女人的时候 一定要插亮自己的眼睛 不要把一些渣女当作宝贝 供起来不愿意撒手 同时也希望女人能够珍惜自己 不要让以后的自己后悔